现在六月份进入了一期的稻作收割期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 全国是提升疫情警戒三级 佐吉乡南安部落的有机稻田区 第一个就在六月九号 而为了配合防疫 稻农是全程的佩戴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表示虽然很闷热 但是还是要遵守 天气凉爽很适合收割 有机稻田 第一个就在南安部落的稻田区 农民除了穿上衣鞋 帽子 手套之外 今年多了一个装备 就是口罩了 因为收割期遇上了防疫期 虽然闷热 但是稻农全程都会佩戴口罩 哇 我们这样工作 太古照 这样不方便 有时候满身大汗嘴巴都是 汗 所以工作真的是不方便 但是为了大家都要戴口罩 都要防疫情 不过也有道农表示 因为防疫要戴上口罩 还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认为也是培养彼此默契的时机 平常会堵对方的唇语 现在要看眼神 田区都一定要挂 都要戴口罩 连里面师傅都是要做的 还有我们的载股车 我们的司机 隔边角的 都一定要戴口罩 反正这个防疫期间 让我们觉得农人 又多一个沟通的方法 就是用眼神 这波疫情来得突然 农民表示这一次的有机田区 收成比去年还要好 预下的时机刚刚好 现阶段虽然收割工作 比较去年来说还来得不方便 但是必须做好自身房屋 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